南加州盛盖博谷东区华人维护社区治安组织TACF 本周特别联手洛杉矶县警局 河淘钻石坝分局举办治安义工与义警招募说明会 鼓励居民站出来一起保卫家园 活动最重要的是两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找寻一些有兴趣当义工的华人朋友们 第二个就是有兴趣当义警 就是我们洛杉矶县警察局的疫情 大概是这个样子 最主要的话就是说 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最近警力不是很充分 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些有志来当义工的这些朋友们 可以替我们分担一些 比如说像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交通的管制 或者说有朋友需要去旅行的时候 家里面需要没有人在 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项目就是 我们可以派这些义工去帮他们 检查一下他们的所住的地方 这样子可以防止一些窃盗案发生 且有鉴于疫情期间犯罪率高涨 许多受害者都是华人 TSCF主席许慧清更呼吁华人站出来 协助警方保护社区 同时维护华人良好形象 现在大家都知道治安并不是说这么的好 我们更不能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我们必须要让其他的主义知道说 我们华人也是有贡献 那我们先从保护我们家园开始 那其实这两个program都很简单 一个就是当义工 警察觉得这边义工他们需要很多的人力 那我们可以就是说守望相助 做这种义工的事情的话 希望大家没有年龄限制 所有人都可以站出来 那第二个的话做义警 那义警的话虽然是没有薪水 可是他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 尤其是我觉得我个人会去参加 这个义警的这个行列 且说明会当天便有数十位华人决定 申请担任义工或义警 要协助警方寻查外出度假的居民住宅 公园以及社区 东西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